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看啊 仆人的眼睛怎样望主人的手 使女的眼睛怎样望主母的手 我们的眼睛也照样望耶和华我们的神 直到祂怜悯我们 在上一篇122篇 朝圣的团队已经经历千山万水 终于来到了耶路撒冷 也来到圣殿要来朝见主 因此到这一篇123篇的时候 当他们站立在神的面前的时候 诗人就说坐在天上的主 他们知道一件事情 神他不仅是坐在耶路撒冷圣殿里面的至圣所 里面的约会 上面的二基路伯之上为宝座 其实上帝他真正的宝座是设立在天上 因此当他们来到圣殿要来敬拜主的时候 他知道一件事情 我们的主乃是坐在天上的宝座上 虽然我们现在是站立在圣殿的前面 但是主真正的宝座是设立在天上 祂是掌管天地万有的主 而来到圣殿祷告 其实是一个祷告的地方 上帝真正的宝座 其实不是在约会上面 上帝的宝座是在天上 因此他就说坐在天上的主 我要向你举目 举目常常带着敬拜的意思 仰望的意思 观看的意思 第二节 看仆人的眼睛怎样望 仰望 怎样仰望主人的手 而使女的眼睛怎么样仰望主母的手 我们的眼睛也照样仰望 一和华我们的神 直到他怜悯我们 诗人回想自己从居住的地方 或是散居的地方 寄居的地方 经过了很多 已经不再是犹太人所统治的区域 因为可能他们的国家 这个时候是属于被掳归毁之后 国家已经灭亡了 想到一路上所看见的 都是好像不是神在掌权 因此呢 第123篇他的关键字 就是眼睛或是仰望或是观看 他这个时候要呼求 真正坐在天上宝座的主耶和华 他们仆人们 使女们的眼睛 要仰望这位主 愿他的手来动工 愿他的手伸出来 帮助他的仆人跟使女 来怜悯他的仆人跟使女 因为朝圣之旅完了之后 他们还是要回到现实的世界 现实的生活当中 他继续要宣告 上帝不是只坐在耶路撒冷 圣殿里面的约会上面 上帝更是全地的主 上帝更是坐在天上宝座的神 要眷顾我 他大能的手 要为我伸出绑壁来 拯救我 怜悯我 弟兄姐妹 我们不是只有礼拜天 到教会主日的时候 那时候神与我们同在 当我们敬拜完之后 当我们被主再一次猜浅 回到我们生活的岗位上的时候 如同这些朝圣者 也要回到他们居住的地方 面对大部分不是基督徒的这个世界 我们要宣告 我们的主乃是坐在天上的主 我们要永远的举目仰望他 耶和华 求你怜悯我们 怜悯我们 因为我们被藐视 已到极处 我们被那些安逸人的计较 和骄傲人的藐视 已到极处 第三节 诗人讲出 为什么我们需要仰望天上的主 为什么需要主的手帮助我们 为什么需要主怜悯我们 因为我们被另外一种眼光看待 我们被那些外邦人 为那些藐视我们的人的眼光所攻击 因为我们国家已经灭亡了 我们现在是寄居在别人的地方 因此我们是被藐视的 特别是我们这些人 要来朝见你 特别是我们这些基督徒 要来走这个天路的旅程 成圣的道路时候 我们周遭不认识神的人 会嘲笑我们 会讥笑我们 甚至会拦阻 甚至会攻击我们 甚至会藐视我们 因此主啊 我们需要你的怜悯跟帮助 第四节 我们被那些安逸的人 绩效 安逸的人代表 他比较是掌权的人 好像是日常的世界 是他们在掌管 他们在主导 我们好像是比较边缘的 因此呢 好像我们的生活是比较艰难的 而他们是掌权的 掌握资源的 安逸的人 我们被那些安逸的人 绩效和骄傲的人藐视 已到急促了 已经到了 很被藐视 很被嘲笑的地步 因此我们要仰望天上的主 因为你的眼目要观看我们 你的手要为我们伸出来 你要怜悯我们 我们一起来祷告 主我们在日常 现实的生活当中 我们要常常举目仰望 坐在天上宝座的神 因为你必怜悯我们 你的眼目必看顾我们 因此主让每一个基督徒都知道 我们所接受的目光 不是只有从那一些不认识神的人 他们对我们异样的眼光 或是对我们的绩效和骄傲 我们更要有一种不一样的眼光 就是当我们仰望神的时候 就会发现神一直看着我们 神一直以祂的眼光来保护我们 祂顾念我们 谢谢主 主我们在祂面前说 主 祢才是全地的主 祢不是只是在圣殿里面 宝座在那里 祢也不是主日在教会里面 做宝座的上帝 祢是全地的神 主 祢的宝座在天上 祢的宝座在我的心中 我要遵祢为王 奉主耶稣的名祷告 阿们 愿神赐福大家 淡江教会多年来 推动圣经普及化的运动 希望让圣经的真理 成为我们脚前的灯 路上的光 我们除了在网路上 制作各种的圣经节目 服务全球的华人教会 现在也在各地开始建立 淡江教会教育中心 开设实体的课程 为神的国度培育更多的人才 请立刻上网 或在脸书Facebook 查询淡江教会教育中心 报名各类精彩而实用的课程 就让我们一起 装备现在改变未来